不吃了不吃了快吃到了爷爷 那你拿一个包子 好 我时候工作时间一忙一看点就过了吃饭的点 所以说只能选择这种快餐这种外卖 我媳妇一直心疼我 总觉得叫外卖就是不太好不太健康 就我们两个人 就是凑合 煮点面条 我们不吃外卖 我们总觉得不卫生 到晚了到这时候了就得喝点粥 不吃油腻的就喝点粥 就是咸菜挺好的嘛 晚上不能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睡觉都不舒服 喝点粥 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